这期继续分享幻海第25篇,对于陆寒烟来说,开工没有回头见。 所以,不管结果如何,先干了再说,他不是一个等所有的菜都配齐了才开火下锅的人,有一样下一样,不管最后是什么味道,总之不能停下来。 陈伯虽然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是没有去见陆寒烟,更没有联系他,这是他的事情。 一定程度来说,看证得夹在他头上的枷锁多一分,他就要报复十分出来。 陈伯也能猜到,自己如果问,他一定会承认,因为根据他的消息,看云露正在积极努力地配合借引,怎么会突然过量死亡呢? 这是听起来就有些不合常理。 但是,陆寒烟告诉过他,当看家父子再次把他卖给魏阳斌的时候,他就想过了,这家人不死绝了,他绝不会收手。 0。 陈伯也能猜到,下一个是看云山,只是看正德还会给他这个机会吗? 此时陈伯的注意力不在看家父子身上,他的目光和精力还在玉康县的扫黑除恶上。 不出意外,就像是西北风说的那样,如果不是市局介入的及时,那么西北风大概率会被上网追讨,好消息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是安全的。 他只是按照陈伯的要求打出了第一波子弹,剩下的就是互联网的狂欢。 虽然南港市再一次承担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老百姓终于看到,政府不再回避事情的真相,而是接二连三的开发布会,向公众汇报扫黑除恶的进展情况,事无巨细,除非是涉及到案件侦破机密,其他不涉及工作秘密的事情一律公开。 谁也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做的结果反而是一编导的好评,正是因为及时发布信息,才最大程度地杜绝了谣言产生的土壤。 可以说,政府的发布会一旦认真和诚实起来,老百姓还是愿意相信政府说的话的。 这个结果是意外之喜,这也让从一开始背负压力的谢元春市长松了一口气。 在对待玉康县扫黑拔散的问题上,谢元春是冲在最前面的,用他的话说,他愿意做那个接盖子的人。 你打,有些话我不好说。 苗洪韵家的客厅里,三人围坐在茶几旁,紧张得不得了。 因为今天县委书记和县长都被带走协助调查了,县长是试纪委来人带走的,县委书记是昨天主动去试纪委投案。 的,现在玉康县的局势很微妙。 苗洪韵让老婆宗宇碟给陈伯打电话,他心里不安,想见一面陈伯,目的是打听一下事理最后会怎么处理他的问题。 要说和龙腾公司有关系,收过龙腾公司前的人,玉康县主要领导,都有,包括他在内。 所以这个时候,有的被抓,有的投案,他心里不害怕,是不可能的。 苗书也听到了县里的风声,吓得双手合十,放在膝盖之间,不断地祈祷着。 而宗宇碟倒是最震惊的那一个。 该配合的我们都配合了,还能怎么样?不能说话不算话吧? 宗宇碟一边拨打号码,一边问到陈伯接到电话的时候,也是刚刚到玉康县,市局局长邱明德还在这里坐镇。 当然,高宁作为市局办公室主任,也在这里伺候着,他想去找高宁问问,这里面的事,有没有涉及到薛黎明的? 如果有,能不能资源共享? 他看了一眼,接着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苗家这两口子人精,陈伯一直都是采取冷处理,不管他们多么热乎,他始终都没有跟着热乎起来,只要是自己使个眼色,这两口子真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包括把自己闺女送给他。 他最烦的,就是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做官没有底线,做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怎么不接,不方便,高宁搅动着碗里的馄饨,问道,没事,谅谅他们,我刚刚说的你,记住了吗? 这是市里的决定,涉及到薛黎明的事,要慎重。 满书记和谢市长这么说的,你得给你领导提个醒,别一股脑都给提溜走了。 陈伯说道,好了,我知道了,对了,最近有没有和我姐联系? 高宁问道,我和她联系干嘛,我这里忙得脚不沾地的,哪有时间,还有,我和你姐的事,你别跟着瞎起哄。 行,这可是你说的,我有个条件,你和我姐的事,我不问,那我和小妍的事,你也别问,这公平吧? 高宁问道,你再说一个事实,我告诉你高宁,我就这一个妹妹,你要是敢打她主意,我敲掉你的门牙,你信不信? 陈伯有些恼火地说道,高宁没有生气,更没有恼火,依旧是嬉皮笑脸地说道。 要我说啊,咱们就是顺其自然,好吧,个人管个人的。 是,别人的事,你少操心,再说了,如果小妍珍喜欢我呢,你也拦着。 陈伯丽刚刚想发火,宗宇蝶的电话又进来了,她不耐烦地接了电话,一通电话打完,高宁早已吃完走了。 陈伯和宗宇蝶约在了他们家小区门口的茶楼,来见她的人除了宗宇蝶,还有上次找到她家里的描述。 陈伯看着这母女俩坐在自己面前,宗宇蝶有些憔悴,描述有些气恼,虽然不是故意的,但是看得出来,她很不服气。 你那天问我,为什么针对你们家,你现在看看周围,我针对你家了吗?我告诉你,小孩子,不要掺和大人的事,去找个地方玩,我和你妈说几句话,小孩子就不要在这里瞎掺和了。 陈伯皱眉说道。 宗宇蝶文言笑了笑,她看得出来,陈伯看到描述的时候急了。 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在送她出去之前,他们一家人都要表现得无比配合和温顺才行,直到她的材料都拌下来。 她和自己老公苗红韵现在是走不了的,护照早就被室里收走了,只能是能拖就拖。 她也不小了,刚刚闹着跟来见见你,我知道你们见过了,她还小,不会说话,你别见怪,老苗这几天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快疯了, 室里这次的动作很大,她担心会牵连到自己头上来,我们之前可是很配合的,所以宗宇蝶看向陈伯,把自己的担心说了出来。 想知道室里怎么处理她,对吧? 对,对,她就是这个意思,眼看着自己的同僚一个个的都被带走调查了,所以她 没事,我没听室里有啥消息,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好好按部就班的工作,别的事就别想了,你们的配合,室里相关领导心里有数,想这么多也没用,对吧? 陈伯淡淡地说道,她就是得不到一个准信,所以才这么害怕的,陈主任,你看,能不能麻烦您向谢市长汇报一下,她想去市里,当面向谢市长再汇报汇报这些年,她在县里的工作问题,很多事之前是没讲清楚的。 宗宇蝶的意思陈伯明白,陈伯的官太小,给的承诺分量不够。 苗红韵是想去市里当面向谢市长汇报工作,顺便提供一下自己这些年在县里工作的心得。 所谓心得,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苗红韵这些年在玉康县掌握的事关其他领导的黑料,这是去纳投名状的。 嗯,这个可以有。我想知道,老苗到底还有多少好东西没交代出来。 宗宇蝶摇摇摇头,说道。 她不肯说,我也没问,我只是觉得,她很想把自己知道的都倒出来。 她说过,有这些施压在心里,这些年就没睡安稳过,我和她是夫妻,她每一次做噩梦,我都知道。 宗局长,这个报告,我可以打,但是我告诉你,老苗最好有点拿得出手的东西,否则,她这个时候出头,那就是往枪口上撞。 她不去,或许领导看在之前你们配合的份上,网开一面,不再过问她的事,但是如果她这个时候去打扰是领导,而又拿不出一些有分量的东西来,后果你们自己考虑一下。 嗯?宗宇蝶闻言,一下子愣住了,片刻后,她说,去打个电话问问。 宗宇蝶走了,这间茶室里,就剩下了陈伯和苗书。 陈伯没惯着她,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脸和眼睛看,不出三十秒,苗书就被看得低下了头,红韵从脸蛋一直蔓延到了脖子。 苗书想着父亲的痛苦,以及刚刚母亲的第三下四,她倔强地抬起头看着陈伯。 她在心里想,自己就是看她了,和她对着看,她是能把自己吃了,还是敢在这个地方对自己动手动脚。 她要真是敢,那还好了,自己立刻就去市里举报她,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小小年纪不学好,在学校待着老师上学得了,你父母的事和你没关系,你回来瞎掺和什么? 陈伯喝了口茶,问道。 陈主任,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复巢之下无完卵,不管我父母犯了什么事,我都可以替他们分担,你说句话,就能帮我们家,就算是我求你,你能答应吗? 不能陈伯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就知道,从我记事起,我就没见过我妈对谁这么卑微过,她在你面前是真的抬不起头来,就因为她老公做错了事,所以,我们全家都得受连累,对吗?这公平吗? 苗书咄咄咄逼人地问道。 那我问你,你能证明你吃的穿的,住的别墅,都是你爸妈工资买的吗? 据我所知,你每年都会出国旅游掌见识,这些都是你爸妈工资承担得起的吗? 陈伯淡淡地问道。 苗书被问得哑口无言。 陈伯接着说道。 既然和贼一起吃过饭,那就得和贼一起挨打。 你?你说谁是贼呢? 苗书生气的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 陈伯看着他,觉得这孩子很好玩,这么大人了,还有做官的父母,难道就没有从自己父母身上学点诚服吗? 陈伯看着他,笑了笑,心里已经决定,今天一定给他好好上一课,把他的傲气彻底灭掉, 让他以后见了自己连头都不敢抬,你爸妈都对我低三下四的,你个黄毛外头在这里和我急眼,你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杀人简单,诛心最难。 陈伯觉得今天是时候干点诛心的事了。 他要让这个小丫头知道,什么才是真实的社会,什么才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宗宇蝶不一会就回来了,他的注意力都在陈伯能不能牵线搭桥上,因为这个时候苗红韵即便是想去市里,谢元春也不会见他,所以,必须要有人牵线搭桥才行,而能说得上话的也只有陈伯了。 他根本没想到自己出去这一会,女儿又给他惹了多大的麻烦。 陈主任,老苗说,县里这几年发展得不好,他有一份责任,但是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内斗,以及他们之间各自一摊拉帮结派的问题更严重,这些问题他们很难交代,因为每交代一点都会牵扯出来更多的问题。 作为一个调和人,苗红韵知道双方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陈伯为了打击苗书的傲气,当着他们的面给郑和平打了电话,郑和平听了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做主,让苗红韵尽快到市里来,谢市长和满书记都可以见他。 只要他提供的线索有价值,他的事情可以再放宽一些。 如果到这里就完了,那还不能显示陈伯的地位,也起不到打击苗书傲慢心态的作用。 陈伯提议自己,跟着他们回家,见一见苗红韵,给他宽宽心,让他不要有心理负担,市里如果想动他,根本不会给他机会。 宗宇蝶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陈伯跟着这母女俩回到了家里,苗红韵正在家里焦急地等待着。 陈伯的到来让苗红韵很是意外。 老苗,别想那么多,我和郑秘书长联系了,你去吧,他安排你见谢市长, 说不定还能见到满书记,去了后,听秘书长的安排陈伯说完,看向宗宇蝶,宗宇蝶点点头。 那好,我这就去,你在家里做会,晚上我就回来,咱们一起吃个饭。 好,我和宗局长还得谈一谈教育局的问题,等你回来。 陈伯说道。 苗书看到自己父亲走后,陈伯像是个大爷一样在沙发上坐着,而母亲端茶倒水,切水果,伺候的别提多舒服了。 零。 就这,他还不满意,还提出了一个让苗书目瞪口呆的要求,可是宗宇蝶居然答应了。 陈伯坐在客厅里,一开始还能正儿八经地喝茶聊天,但是突然他的手伸到了自己衣服,下面挠了挠。 接着,他说出了一个让苗书和宗宇蝶都有些意外的话,能不能借你们家洗手间洗洗澡。 他住的是酒店,酒店里不能洗澡还是没水了。 一开始苗书觉得他这个要求非常过分,但是这还没完。 陈伯接着说道。 苗书记,这一刀真是够狠,我问过医生了,要是真去公安局鉴定的话,至少也是个轻伤了。 宗局长,我没去报警啥的吧?现在是恢复期,养得很,虽然刀口不大,但是很深。 陈伯的话就是在告诉宗宇蝶和苗书,这一刀是扎在了老子的肚皮上,我是高抬贵手,没去报警,否则,苗红韵还能去市里见识领导吗? 之前宗宇蝶不是没有暗示过,他可以帮着陈伯擦拭一下身体,还要跟他去酒店。 他打的什么主意,陈伯当然知道,可那个时候断然拒绝了,因为那个时候很多事情还没有尘埃落定。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市里对苗红韵的事情基本定性了,也会兑现自己的承诺。 宗宇蝶弟弟的公司已经向市里递交了参与土地出让投标的申请,等到相关手续走完,这家公司就会把钱上交到是财政了。 看在钱的份上,就连市里也不得不网开一面。 其实,网开一面的事情多了,虽然并不是每个被查的人都能全身而退,但是现实中也有些人谣传被查,也确实被调查了。 可是调查一段时间后,人家啥是没有,这里面都有多少勾兑,有多少人悄悄的了,扩大了网眼,没人知道。 好好好,我去帮你安排一下,里面有点乱。 宗宇蝶等到陈伯说完,立刻就答应了。 陈伯也不是真的想在这里洗澡,真要是被他们俩给设计了,自己至少也是有把柄了,告到谢元春那里,至少也会落一个好色的名声,得不偿失。 他只是觉得,苗书这个咄咄逼人,不知悔改的样子,确实是欠教育,今天就好好给他上一课。 陈伯没等到宗宇蝶收拾完,而是立刻跟了进去。 苗书看到这一幕,生怕自己母亲受欺负,于是尾随而至。 陈伯对于苗书跟进来那真是求之不得,他原本还想着,他要是不进来,那自己必须关上门, 但会在这个洗手间里弄出点动静来,目的就是告诉苗书,你说的那个所谓的公平,从你伸筷子吃肉的时候,就没有公平可言了,既然喜欢吃肉,就得做好挨打的准备。 宗宇蝶还没收拾完呢,就看到这两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 他刚刚想说话,陈伯倒是手快,伸手就把洗手间的门反锁了。 他刚刚看清楚了,这会不管是宗宇蝶还是苗书,都没带手机,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也是事出突然,他们没有机会对自己下手。 现在最要命的就是手机,记录每时每刻,同时也是一个炸弹,每时每刻都可能爆炸。 陈伯没有征求他们任何意见,直接脱掉了外套,接着是上衣,苗书惊讶地尖叫了一声,想要开门出去,但是被陈伯拦住了。 在这等着,谁都不许出去。 陈伯说着,三下五除二把上衣脱了个干净。 一时间,洗手间里陷入了沉默,尴尬的沉默。 苗书除了一开始叫了一声,但是当陈伯的衣服脱掉后,他的身体已经吸引了这两人的注意力。 陈伯将水放到了合适的温度,伸手扯过来一块毛巾,递给了棕雨碟,让他为自己擦拭后背和前胸。 所谓的肌肉男,他们也只是在电视和网络上见过,眼前的这个男人的身体,不亚于那些长期健身的男人,身体上的每一块肌肉都仿佛是刻意雕刻过的。 陈伯也没有做得很过分,只是脱掉了上衣,让他们帮着擦拭上身而已。 于是洗手间里出现了这么诡异的一幕,都不吱声,棕雨碟把毛巾用沐浴露洗过后,轻轻地仔细地擦拭着陈伯的后背,擦拭一遍后,他再次换一块新的毛巾清水湿透,为他仔细地清洗着脊背上的每一寸皮肤。 陈伯在前,面对着可以观察到整个洗手间的巨大镜子。 棕雨碟站在他的身后,仔细地清理着他的皮肤,他确实是好久没洗澡了,只是自己擦拭一下,自己擦拭得哪有专门伺候的人擦拭得干净。 而刚刚还杂杂呼呼的描书,则是害怕地站在洗手间的一角,看着这一幕,愤恨,羞涩,不甘,以及对陈伯身体的。 眼馋,这一切的一切,都没能逃脱陈伯的眼神。 让他出去吧,我自己就行。 棕雨碟小声擦拭完陈伯的后背,绕到了他的侧面,想为他擦拭前面的部分,但是被陈伯一把夺过了毛巾,一转手,扔到了苗书的怀里。 苗书躲在一旁,看着母亲的第三下四,本不想看,可是在看看陈伯那雕刻般的肌肉纹里,他时不时抬头看一眼,就这一眼, 还得鼓起勇气,找掩护才敢看这两人进行的动作。 你来,他不是个小孩子了,被你们惯得不成样子,再不改改,将来会吃亏的,跑到了国外,人生地不熟的, 在这么年轻气盛,你不吃亏,谁吃亏?陈伯微笑着问道,这句话一出,洗手间里的气氛立刻降到了冰点。 苗红韵和宗宇蝶为女儿苗书办理出国的事情,除了他们三个,没人知道。 这是一直都是小心翼翼的,找的关系也都是可靠的,可是陈伯是怎么知道的? 你,你怎么知道?宗宇蝶嘴唇哆嗦着问道。 陈伯没理他,伸手拉住苗书的手,在宗宇蝶的眼皮子底下,拉起他的手,将他手里的毛巾按在自己的胸口上,还教他怎么擦拭。 宗宇蝶顾不得这些了,声音发颤地继续问道。 陈主任,你是怎么知道的?告诉我吧,他能不能出去? 陈伯看了一眼在自己身体上敷衍的描书,又看向宗宇蝶,说道。 你教教他怎么做,这么大了,怎么这点事都做不好,难道是我的要求太高了? 陈伯的要求,不管对宗宇蝶还是描书,这都是莫大的耻辱,尤其是描书。 他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所以,他使劲地把毛巾砸到陈伯的身上,转身要走。 可是,接下来陈伯的一句话,像是孙悟空的定身法一样,把他定在了洗手间的门口。 你要是敢走出这个门,你就永远别想出国了。 陈伯接过毛巾,自己擦拭,宗宇蝶想要挽回,奈何陈伯正在气头上,没给他好脸色。 陈伯擦拭完后,穿上衣服,走出了洗手间,没有在这里,坐半点停留,静止出了苗家。 宗宇蝶指了指,站在门口愣神地描书,赶紧出去追陈伯了。 陈伯的车刚刚启动,宗宇蝶总算是在他开动之前,拉开后车门,坐了进去。 陈伯从后视镜里看看他,说道,我没事了,就是想教他以后别这么跋扈,好像你们什么事都能摆平似的。 再说了,你不是要我做你女婿吗?怎么,我还不能说他几句了。 面对陈伯的野鱼,宗宇蝶哭笑不得。 我知道你不会和他一般见识,今天的事我向你道歉,为了我家的事你也是费心思了,你看这样好不好,这几天你在县城的话就到家里来吃饭,正好,我也和你说说局里的事,怎么样,你放心,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不会再惹你生气了。 宗宇蝶讨好地说道,陈伯不置可否,只是说到时候再说吧,自己还有事,让他下车。 看着陈伯的车消失在小区门口,宗宇蝶无计可施,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但是有一点很明白,那就是他们家的事还没完,很可能他们家被边控了。 这样一来,苗书出国的材料一时半会怕是半不下来了。 这事苗红韵还不知道,他在等着谢元春见他,看着昔日的同僚一个个被纪委带走,这还只是龙腾公司的余波所致。 随着这些被带走的官员慢慢交代问题,玉康县的班子怕是要玩了苗红韵的态度很端正,虽然是让他在办公室外面的小会议室里等着,但是苗红韵一直没敢坐下,就那么傻傻的。 站着,等到谢元春进来。坐下说吧,陈伯和秘书长说你找我有事,有什么事,简重要的说,我还要开会呢。 谢元春一看到苗红韵就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这给了苗红韵无形的压力,生怕自己说不好,浪费了这次难得的机会。 苗红韵并未按照谢元春的吩咐做下,而是开始交代他在玉康县这些年知道的是官班子成员的一切问题,这些问题涉及的范围之广,涉及到的人和企业之多,以及这些人在玉康县盘踞时间之长,都远远超出了谢元春原来的估算。 你说的这些问题,都是真实存在的吗?谢元春听完后,皱眉问道,谢市长,我知道我的机会不多了,所以,我不敢说一句谎话,每一句都是经得起,查实检验的。 苗红韵说道,0。谢元春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几分钟后,他被带到了市委书记满正午的办公室,他又把刚刚自己说给谢元春的话附述了一遍。 回玉康县的路上,苗红韵的心情舒畅了很多。 对于玉康县官场来说,这无疑是一种背叛,但是都到这个时候了,谁还得顾得上谁呢? 能上岸的机会不多,谁先开口,就意味着有机会留在岸上,最后开口的,可能就要沉底了。 苗红韵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满正午和谢元春进行了一番深层次探讨。 你觉得这是怎么办?满正午问道。 他信誓旦旦地说,他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想着把自己孩子先送出去,这个人,很复杂啊。 谢元春说道,那个倒是无所谓,我在想,这一次,我们虽然舆论压力不大,但是玉康县的班子建设压力倒是不小啊。 这一下,我看整个班子基本是全军覆没了,有的没的,都要交代出一些问题,怎么办?班子散了,不能让政府关门吧? 满正午说道,谢元春一开始确实没怎么往苗红韵身上想,但是满正午这么一说,他有些疑惑地看着满正午。 书记,你不会是想用他顶上去吧?他什么情况,我们可是都知道的。 正是因为你我都知道,我才这么和你说,现在来看,把他先扶上去,后面的账才能慢慢算,他要是真辞职走掉了,我们说话到底还算不算? 这也是对他的一次麻痹,尽管我们做的事情很小心,但是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也是给那些想要交代问题而没有行动的人做一个示范,你这么想,是不是心里就好受多了?满正午正色道。 谢元春虽然很不甘心,可是却也没什么办法,就像是满正午说的那样,这个时候要是放苗红韵走了,那么接下来很多事就只能是加快步骤了。 可是在没奇才这件事上,市里的收获还很小,这里面大有可为,不能杀鸡取卵呢,把他叫回来,谢元春就没问到。满正午摇摇头,说道,恶人不能一直由一个人做,也得让人家在适当的时候做个好人,谁愿意一辈子做恶人呢? 谢元春一愣,随即想到了陈伯,不由地拍了一下巴掌,说道,书记,还是你考虑得周到,那这个口风就让陈伯去透给他。 你安排吧,告诉陈伯,玉康县的盖子揭开了,但是这一缸的区要想捞干净,还得再下点力气,不能半途而废。满正午严肃地说道,陈伯伯确实也在下力气,此刻,他的面前坐着的是刚刚结婚就上班的耿童。 耿童这几天一直心惊胆战,只要是有人找他,他都做好了出去回不来的准备,所以,每次出去都穿得板板正正,生怕没机会回来穿衣服。 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你还要我怎么样,我就是在回忆,无终生有的事,我也不会编啊,要不,你教我怎么编,我听你的,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样总行了吧,耿童看看周围,低头吸了口奶茶,说道,陈伯喝了口咖啡,向后倚在椅子背上,眯着眼,看着眼前这个姿色还算是可以的女人,她现在,唯一能让男人动心的或许就是她的身份了,女教师,新婚少妇。 虽然不是什么好车,也算不上刚出场的新车,但是刚刚挂牌,倒是真的。 我听出来了,你这话里话外有情绪啊。 陈伯说道,耿童的话有没有,情绪不知道,但是陈伯的话是绝对有情绪的。 耿童一看陈伯要生气,于是立刻服软,低声说道,说来也奇怪了,自从那天结婚后,她就再没联系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被最近县里发生的事吓到了,总之,你就算是想抓我和她的奸情,那也得她主动找我才行吧。 抓奸的是,我没兴趣,你老公方言或许有兴趣,我找你来,是想让你带着我去找那些和她有关系的女人。 我要,做笔录,我先不找她,先找外围的点,一个一个地拔除,你一个人知道的事情有限,我想知道她全部的事情,最后才会收网。 这是我找你的目的,能不能帮这个忙,陈伯问道。 耿童看向窗外的街景,叹口气说道,如果我拒绝,是不是我老公就会知道我和薛黎明的事? 不知道,你不想去也可以,但是我不能保证能保密到什么时候,你要是能帮我这个忙,我尽量把你的事捋清楚,该你暴露的地方,我把你踢出来,怎么样? 陈伯问道,每件事都是有条件的,也都是有交易的,这是耿童无法改变的事实。 耿童答应陈伯,可以从一中开始,和薛黎明有关系的女人里,有老师,也有学生,这些人都和薛黎明睡过,而且,有的还不止一次用耿童的话说, 郁康县的教育系统,都是薛黎明选飞的范围,她用手里的权力诱惑着每一个想要进步,或者是改善自己处境的老师和学生,也用手中的权力,惩罚着那些不听招呼的女性。 你知道,她的权力有多大吗? 整个县里的教育系统工程,都是一家公司承办的,这家公司是她挂在别人名下的建筑公司,包括学校绿化。 总之只要是教育系统范围内的支出,她都要伸一手,得益于老丈人的背景,在玉康县,没有人敢和她争这些事。 那她肯定很有钱吧,陈伯终于扯到了正题上。 不知道,多了不敢说,几个亿应该有吧,耿童的话让陈伯精神一震,说不定这是个肥硕的大苍蝇。 耿童答应陈伯,从第二天开始,他就去找那些和薛黎明有关系的女人,一旦确定了,陈伯就可以出面做记录了。 夜晚,陈伯躺在酒店的大床上,想着今天白天耿童说的那些话,如果这个薛黎明真这么有钱,那这一次事里确实要发一笔横财了,不知道能不能在短时间内缓解财政压力。 有些事,可以悄悄地做,但是有些事情,就得大张旗鼓地来。 比如玉康县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贪腐的问题,他们的是大张旗鼓,掩护了苗红韵的事情。 但是,陈伯还是低估了领导们的政客思维,苗红韵什么情况,他们不是不知道,怎么会有想要扶他上马的心思,这不是扯淡吗? 实话说,当陈伯接到谢元春电话的时候,他惊呆了。 苗红韵回到家的时候,苗书正在哭泣,宗雨蝶在一旁坐着,愁云惨淡,这把苗红韵吓了一跳,还以为出啥事了呢? 苗红韵回来,苗书可算是有了发泄的对象,一股脑地把陈伯在这里干的好事说了一遍。 最后说的是陈伯知道他们要把他送出国的事了,出国的事可能要完蛋了。 苗红韵也很是震惊,看向宗雨蝶的眼神都不对了。 你说,他们说话能算话吗?苗红韵多嚷道。 宗雨蝶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刚刚想说话,门铃响了,三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不知道门外来的是谁? 最后开门的还是宗雨蝶,一看是陈伯站在门口,一愣,他没想到陈伯这个时候上门了。 他还下意识地向他的身后看了看,陈伯也回头看看,等人。 不是,没有,没想到你会来,请进,快请进。 宗雨蝶见尬地笑笑,说道。 陈伯进门后,苗书瞪了他一眼,起身去了自己的房间,苗红韵有些尴尬。 他已经知道陈伯在自己家干的好事了,但是只能是装作不知道,一个能把自己老婆送给求成安陪着求书记散步的人,还有啥事不能忍受的呢? 苗书记,刚刚回来,陈伯问道嗯,刚进家门,你这是?找我,还是找雨蝶?苗红韵的前台词是你要是找他,我可以出去。 陈伯没说别的,而是走向了苗红韵的藏酒柜,从架子上拿起一瓶五粮叶,说道。 来找你喝点。 这话一出,苗红韵和宗雨蝶都是一愣,在这之前,不管他们怎么贴呼陈伯,这家伙都是敬而远之,今天这是怎? 什么啦? 怎么就变了态度,苗红韵看看宗雨蝶,他甚至在怀疑刚刚自己老婆没说实话, 是不是自己不在的时候,陈伯占了他们的便宜了,这便宜占得太舒服了,这个时候居然还敢找上门继续占便宜。 宗雨蝶去收拾吃的了,而苗书一直站在自己卧室的门后听着客厅里的动静,他想知道这家伙到底是来干啥的。 苗书一直没有在出现,陈伯和苗红韵对坐喝酒,而一旁的宗雨蝶靠得陈伯进点,不停地伺候酒和茶水, 见货还会给他加菜。苗书记,以后有啥打算吗?真想出国,陈伯问道。 没有,就是想把孩子送出去读书掌见识,我和雨蝶还是要在国内待着,这个年纪了,又不会外语,出去也是睁眼瞎,出去干啥? 苗红韵否认了陈伯的猜测。 陈伯点点头,说道。 这次玉康县的班子彻底垮掉了,谁也没想到腐蚀得这么厉害。 谢市长说,要重建玉康县的领导班子,这需要时间,但是发展不等人,外来的领导光是熟悉玉康县,就得一年的时间,这一年就不发展了吗? 不能吧。 陈伯说到这里,看向苗红韵,又看了一眼棕雨蝶,端着酒杯,和他碰了一下,一饮而尽。 苗红韵和棕雨蝶虽然也都是官场老油条了,但是对于陈伯这句话的理解,依然有困难。 在他们看来,现在的形式是不被其他进去的同僚牵连就不错了,虽然自己交出了那些被发现到的财富,可是还有没被发现的在别的地方囤着呢? 他们现在想的是,低调做人,低调辞职,等到这阵风过去了,他们就可以溜之大吉了。 可是怎么听陈伯这话里话外,都有一种不可言明的含义呢? 于是,苗红韵也干了一杯,棕雨蝶给陈伯倒上酒,看了一眼老公的脸色,问道, 陈主任,我们没什么想法,就是想让苗叔出去读书,我和老苗回老家种地, 他前几天给老家人打电话收拾老房子了。 这是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如果陈伯说的真是那个意思,那就等着陈伯接下来的解释。 陈伯的意思其实说得很明白了,只是苗红韵和棕雨蝶不敢朝那个方向去想而已。 我也是听说的,你要是想争取一下,得去找满书记汇报一下工作。 满书记是刚刚来,对你不熟悉,县里又出了这么大的乱子,都等着看他笑话呢。 当然了,这只是我的理解,至于是不是,你得试试才知道陈伯这话算是名牌了。 陈伯走后,这夫妻俩坐在餐桌前,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这是奇了怪了,我刚刚从市里回来的时候,没有任何征兆,他这个消息,又是从哪来的? 苗红韵摸着下巴,找到了一根胡茶,狠狠地揪住,猛地用力,连根拔起。 综宇蝶皱眉说道,老苗,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还真想去试试啊? 你要知道,这次算我们侥幸,下次呢,有些事还没处理完呢,你又想烫浑水,你不是说我们一起走吗? 怎么,听到让你升官,又信仰了? 问题是我们走的了吗?我要是不答应,别说是我们走了,就连苗书都走不了。 我坐到那个位置上去,或许还能利用全力做些事,否则,我们就是这盘里的菜,谁都敢伸一筷子。 苗红韵的话不无道理,到了这个地步,要想全身而退,他们就是想,也不见得有人愿意。 就算是谢元春和满正五信手承诺,可是玉康县那些同僚们能愿意吗? 他们会不遗余力地举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争取立功,举报他人的犯罪事实,到时候苗红韵别说走了,怕是也要和他们一起去采缝刃机了。 这就是,吃肉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劳饭也得一起分享才行。 第二天一早,陈伯还没起床,有人敲自己的门。 他匆匆忙忙地穿上浴袍,打开了门,门口站着的是棕雨碟。 怎么是你,我还没起床呢,你等会再进来。 说完,陈伯就要关门,但是被棕雨叠一身脚,卡住了门,他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来了。 看看陈伯住的房间,最基本的快捷酒店的房子,玉康县城里明明有五星级大酒店,他要是想去住,谁还能拦着不成。 我什么没见过,还怕你没起床吗?你穿你的,不用管我。 有啥事,说吧,说完走人,我不想别人误会,我和你有一腿。 陈伯说道。 我不怕,你不怕我怕,我老婆是医生,外科医生,玩刀的,到时候捅我几十刀,死又死不了,就他妈剩下疼了。 说完,他下意识地捂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棕雨碟没有继续和他打岔,而是问道。 老苗去市里了,找满书记,你昨天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只是听说而已,成了,那是你们家的运气。 老苗是有能力的,好好的喂献礼,做点时事,别一天到晚往自己兜里哗啦。 陈伯去了洗手间,开始洗漱。 棕雨碟站在洗手间门口,出现在了镜子里,看着陈伯背后结实的肌肉,不知道是不是昨天没有来得及仔细品味,还是上手的时候,因为有描书在,他没好意思仔细妈撒。 所以,陈伯低头刷牙的时候,棕雨碟走到了陈伯身后,两人还隔着半米远的距离,他的手伸到了陈伯的脊背上,抚摸着这结实的肌肉,即便是用手指按下去,依然是硬邦邦的。 在好色这件事情上,男女都一样,甚至女人游胜男人。 哎,过分了。 陈伯说道。 棕雨碟笑了笑,说道。 我就是摸一摸,又不会把你怎么样,你心慌啥? 我是觉得你做得过分了,我多大年纪,你多大年纪,你这是妥妥,让我便宜好吧,我告诉你,昨天让你们俩摸一下,那是给你们的福利,今天不行了,活动取消了。 陈伯说完一回头,棕雨碟推到了一旁。 棕雨碟是一个过来人,岂能因为陈伯推他一把,就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可以说,这样的机会或许只有这一次了,一辈子一次。 他被推开,并未走远,而是上前一步,基本上站在了陈伯的身侧,双手向后,撑住了洗手台,这样基本上就是和陈伯鞋对面了,观察着他的侧颜。 当然,前面的肌肉也是尽收眼底。 陈伯,这里没有别人,我可以允许你为所欲为,我虽然比你大一点,但是我懂得多呀。 棕雨碟这话说的就是有点挑逗的意思了。 陈伯没理他,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了他一眼,说道, 你要真是有那个闲工夫,去找找耿童,他在帮我联系那些和薛黎明有过关系的人。 陈伯说到这里,停下了手上的动作,他的手里还拿着剃刀,转身迈了一步,正好把棕雨碟挤在了自己和洗手台之间,让他想跑都来不及了。 但是,陈伯做的不是那些猥亵的事,而是将剃刀放在了他的脸上,棕雨碟吓得一动不动,目光下移,看着陈伯手里的剃刀在自己脸上缓慢地移动,他甚至不敢说一句反抗的话,因为怕自己一说话,带动脸上的肌肉,从而被剃刀划伤。 薛黎明下去是必然的事,你就没什么想法吗?陈伯为他仔细地刮着脸上那些细细的绒毛。 在这样的情况下,棕雨碟只能是听之认之,可是让他奇怪的是,自己和他离得这么近了,居然没有感觉到他身体的任何变化。 这不由地让他对自己的魅力产生了极度的怀疑。 虽然自己不是国色天香,但是至少自己也是风韵犹存,这种熟透的气质,不是那些黄毛挖头能比的,可是陈伯依然没什么动静,这一度让棕雨碟怀疑,他,不举。 此时,陈伯的手机响了,两人不得不结束这场力量和耐心的比拼。 陈伯回到了床边拿起手机,是五阳县妇联办公室的张力打来。 张力,有事?陈主席,你不在南港啊? 不在,我在玉康县呢,找我有事,还是复联那边出事了。 陈伯有些担心地问道,都没事,我带了个人过来,他想见见你,过几天就要出门打工了,估计再也不回五阳县了。 找了我好多次,非要我带着他来。 尽管陈伯表示没必要,但是张力和霍伟历依然要来玉康县见他一面。 对于霍伟历来说,陈伯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他也是在康复后,通过别人的讲述,还原了整件事的经过。 可以说,如果不是陈伯的坚持和复联的力挺,他是活不到现在的。 这其中,还包括了治病的钱,都是复联帐落的,虽然陈伯真没做那么多事,但是在霍伟历眼里,他是领导,没有领导的指挥和拍板,谁敢去做这些事呢? 所以,在自己彻底离开五阳县之前,他必须要见陈伯一面,当面表达自己的谢意。 为了这件事,他天天去县负联谋张力他们,这都快一周了,精诚所致,今时为开。 张力不得不带他来了南港市,还是没见到陈伯,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玉康县。 刚刚你说的话,算数吗? 宗宇碟等他接完电话,依旧是已在洗手间门口,问道。 陈伯看他一眼,说道。 看你表现,比起我,你对薛黎明应该是最了解的,你们是一个局里的同事。 他拉什么屎,你还不知道? 宗宇碟明白陈伯的意思,但是他要搞清楚,要一个确定的答复,自己可以当那个揭发的恶人,但是自己的收成到底有多大,这才是关键。 宗宇碟也是个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主,表面上的骚浪,绝对不会抵消他对权力的热衷。 或者说骚浪只是手段,权力才是目的。 我只能说,我尽量争取,就像我在谢市长面前为你们说话一样,其实这个地方,谢市长和满书记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我说服他们大局为重的。 你觉得,我把你推到那个位置上吗? 陈伯说这话的时候,指了指自己肚子上的伤口。 宗宇碟艰难地咽了一口唾液,说道,我明白了,回头我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宗宇碟走后,陈伯又躺回了床上。 权力就像是一根带着腥味的骨头,那些闻到腥味蜂拥而来的猿狗,就会为了争夺这根骨头而大开杀戒,相互撕咬。 骨头的数量有限,所以,猎狗们心里很清楚,要么是得到骨头,要么是被人敲碎骨头,亦或者是躲得远远的,对这里的是不闻不问,安心地当一只吃屎的猿狗。 这是个人的选择,也是对未来的选择,更是对下一代的选择。 宗宇碟是教育局的副局长,薛黎明到了,他是最有可能上位的那一个。 昨晚他和自己老公苗红韵彻夜未眠,在一旁旁听的是苗书,这种关键时刻,多个人参谋一下,或许也会得出更好的结论。 一大早,苗红韵就去市里了,他在去南港市之前,试探着联系了一下满正午秘书。 让他意外的是,秘书居然爽快地答应了,还给他安排了时间,这不就是明摆着的事了吗? 这个结果让苗红韵喜出望外一定程度来说,陈伯说的话是靠谱的,或者是说陈伯就是来传话的,所以,他才让宗宇碟一早就去酒店赌陈伯了。 不管他们做什么,苗红韵都不在乎,他在乎的是全家能平安度过这一关。 如果自己真有机会上位县委书记,那他接下来的很多事都会处理得很顺畅,因为手里的权力会为他铺平一切勾勾坎坎。 一个县委书记的权力有多大? 可以这么说,县委书记除了没有国防和外交,他能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东西,这不夸张。 为了这一步,他觉得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 另外一方面,他也看清楚了陈伯在满正午和谢元春面前的分量,不知道自己猜的对不对,但是至少这些事情都是陈伯经手的,这个人一定要笼络住。 他相信宗宇碟的手段,得不得手,自己也不想知道,只要事情能办好,他不想过问那些细节问题。 几个月不见,霍伟力基本治疗痊愈了,虽然脸色还有些苍白,但是看得出,他的精神是好的。 所以,当他和张力出现在饭店的时候,真的看到陈伯这位年轻的领导时,他还是有些拘谨的。 别客气,坐吧,请坐,张力,你这一路开车,辛苦了。 陈伯微笑着和张力打了个招呼,说道,不辛苦,不辛苦,领导,你怎么到这里来了,不回复联了?张力问道,这里的工作都是暂时的,过段时间就回去。 霍伟力本来准备了很多话,但是真要是见到了陈伯,反而不知道说什么了,就看着陈伯和张力聊天。 终于,在服务员上来第一个菜之后,他慢慢站起来,端着茶壶为陈伯和张力倒了杯茶。 别客气,坐下,坐下说。 霍伟力向后退了一步,结结巴巴地说道, 陈主席,我也不知道说啥好了,本来是想了很多感谢的话,但是不知道咋的,就是不知道说啥了。 那咱就不说了,坐下吃菜吧,请坐。 陈伯鼓励道。 哪知道霍伟力这个时候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把张力和陈伯都吓了一跳。 我嘴笨,不知道说啥,陈主席,我给你磕个头吧,谢谢,谢谢您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的。 在陈伯和张力的劝说下,霍伟力的情绪总算是稳定下来了。 按他的话说,他是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的人,什么事都看开了,婚也离了,没什么可牵挂的了。 离开这个地方后,就不会再回来了。 不回来可以,保持联系就好,有什么过不去的砍,还是可以和我,和武阳县复联联系。 我们会当你的后盾,给你撑腰。 陈伯端起茶杯说道。 下午还有事,陈伯没有喝酒,张力他们也要回去,于是,简单吃完后,各奔东西了陈伯还在玉康县忙活的时候,观出下带着墨镜走进了他们租住的房子里。 他用手在桌子上,以及门口的鞋柜上抹了一下,一层灰。 瞬间就是气不打一出来,这家伙到底多久没回来住了,这么脏也不打扫一下。 你在哪儿呢? 昨天不是和你说了吗? 我这几天都在玉康县呢,这边的事还没处理完,我得在这里盯一段时间。 陈伯说道。 灵。 今天不回来了。 嗯。 你,你回来了? 陈伯从视频里看到了熟悉的一幕,观出下这不是在南港市的家里吗? 是啊,我回来了,刚刚到家,看看这家里脏的,到处都是灰,我不在家,你就不回来住了。 观出下皱眉问道。 陈伯嘿嘿一笑,接着装作非常伤感地说道。 哎,你不在,我不想回去住,看哪儿都是你的影子,想想就难受,还不如在外面住酒店呢。 反正忙起来好点,你想,我忙完回家,你不在,我心里能好受的了。 你少来,赶紧滚回来。 观出下说完,就挂了视频。 虽然他知道陈伯这样说,就是在哄他,但是作为女人,听到这样的话,心里的甜是会瞬间送到身体的每个神经末梢的。 本来是想在下午,见见耿同约见的几个和薛黎明有关系的女人的。 但是陈伯哪还有那个心思,直接打电话让耿同。 另约时间吧,市里有紧急任务,要他回去。 一路急迟回到了市里,进小区门的时候,忽然想起来,观出下是刚刚回来,肯定还没来得及吃他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于是掉头又去街角的熟食店买了他最喜欢的浇麻机。 陈伯进门的时候,看到观出下歪在沙发上,拖着下巴,看样子是睡着了。 回来了,这么快,是不是超速了,以后开车慢点。 观出下说着想要站起来,但是被陈伯走过去,按在了沙发上。 累了是吧,就算是进,也得来回奔波机场,还是折腾。 陈伯心疼地说道。 同时他的手伸到了观出下的腰部,轻轻地给他按摩后腰的位置,这里是他的老伤。 有时候做手术一个姿势要站很长时间,有一次就是站的时间太长,扭伤了腰,再没好过。 观出下虽然疲惫,但是陈伯能这么快地赶回来,他还是很开心的。 工作做完了? 工作哪有做完的时候,但是老婆可是不常回来。 再说了,工作是国家的,老婆可是自己的。 陈伯一边轻柔地为他揉着后腰,笑笑说道。 观出下已在陈伯的肩头休息了一会,还是要站起来,指着门口柜子上的包。 你坐着,我去拿。 我给你带回来一个礼物,你看看喜欢吗? 在陈伯去拿包的时候,观出下在他身后,笑笑说道。 陈伯将包递到了观出下的手里,观出下从里面拿出来一个塑料的东西,以及一张纸质是什么? 这个是验运棒,这个是化验单,陈伯,这次是真的,我真的有孩子了,怎么办? 观出质问这话的时候,眼睛直叮叮地看着陈伯,问道。 他想看看陈伯到底是什么反应,他也没想好这个孩子该怎么处理,所以,他必须回来一趟,他要亲眼看到陈伯。 的第一反应,陈伯的第一反应会决定这个孩子的命运,但凡陈伯有一点犹豫,他都会做掉,他不希望这个孩子的到来成为一个枷锁,对陈伯和自己的枷锁。 在孩子这件事上,观出质疑点都不想勉强,你要,我就生,你犹豫,我就做掉,不会让你为难,甚至都不会逼着你说要还是不要,从一个男人的表情里就可以知道一切。 在生死这件事上,作为医生的观出下,比谁看得都明白和清楚,至少比陈伯要强得多,因为他见得生死比陈伯多了去了。 这种第一反应,在视频里和电话里是看不到的,或者是对方是有可能假装的,这就是观出下回来的原因。 陈伯呆了一下,接着慢慢蹲下来,最后是跪坐在地毯上,他的面前是观出下,他的眼圈有些红,鼻子有些抽抽,嘴唇有些颤抖,这些就足够了。 这就是观出下想要看到的一幕。陈伯低下头,额头抵在观出下的膝盖上,观出下的眼里也是泪水,他的双手举起来,只是稍微犹豫了一下,轻轻地抚摸在陈伯的头上,轻轻地massage,然后,他低头,将自己的脸放在陈伯的头上。 这一刻,他们完成了无言的对接,这种对接是对对方的承诺,是对未来这个生命的承诺。 两人就这么相互依偎着,好一会,观出下捧着陈伯的脸,说道, 起来,站起来,这样你太难受了。陈伯在抬头的一瞬间,用手迅速地抹掉了眼里的泪,说道, 嗯,明天吧,明天去登记结婚,好不好,我找人问问,看看不预约行不行。 观出下文言,对这个提议没有半点热情。怎么了,还是怕你爸妈,陈伯问道。 观出下摇摇头,说道,我回来是想当面告诉你这事,不是逼着你结婚的。 再说了,我刚刚在日本安顿下来,学业也刚刚有点进展,我不想这个时候回来, 我现在和你登记结婚,我要么是不出去了,出去后你就成了裸官了,这不行。 没事,要不,我辞职算了。观出下摇摇头,说道,千万别,你只有在体制内有进展, 我爸妈才能闭嘴,你要是辞职了,他们就更不愿意了。 可是,你怀着孕,我怎么可能放心你自己一个人在国外待着,有点啥事, 那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弟弟不灵了,要不,我们去省城找你爸妈摊牌,这次可是真的,不是造假。 陈伯说道,观出下对这个提议有那么一分钟的赞成, 可是随即就想到了自己父亲说的那些话那位白先生,你和他还有来往? 观出下试探着问道,嗯,他在武阳县招待所住着呢,那里有利于他养病。 你们关系还不错吗?还可以吧,哎,一来我和他在监狱里就认识, 后来因为罗阳,关系就更近了,后来又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事, 反正我说了,他活着,我就养着他,死了我给他送终,想想也是挺胆慨的, 当年在省里也是说一不二的大秘,现在落到了这部田地。 观出下听陈伯这么说,就没再问下去,因为他同样不想让陈伯为难。 而且,作为一个高干子弟,观出下深深地知道白永年的价值, 尤其是对于陈伯的价值。 可以这么说,但凡陈伯能学到白永年一半的为人处世的本事, 他的上升之路就没有任何阻碍,只是陈伯现在还是没有开窍。 或者说,对白永年只是停留在一个朋友的认识上, 没有把他当作一座宝库去挖掘。 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 其实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一层是人脉关系,有人拉你一把,这是捷径。 另外一层含义是,朝中那些人的经验积累,如果你能有幸被指点几句, 提点一下为人处世的方式方法。 这都是需要时间和经验教训验证的,这是另外一层含义。 有道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我听我爸说过他的一些事,陈伯,你有空多向他请教为官处事的经验,人家肯定愿意教你。 这个人,当年也是叱咤风云,八面玲珑的,你学个三四分,就受用终生了。 官初夏说道,官初夏这话说完,陈伯抿了抿嘴,没说话。 官初夏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自己这话说得有些直白了,男人吗?那点自尊心还是很敏感的。 官初职就是官初职,就算是现在怀孕了,脑子依然是转得飞快。 我这么说,不是让你跟他学那些歪门邪道,也不是说你不如他,你刚刚也说了,要养着他,给他养老送中,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人家的感受? 啊,就这么混吃等死,啥忙都帮不上你。 时间一长,他心里也过意不去,你呢,就时不时地请教一下,让他觉得自己有用,不至于吃你的喝你的心里有愧,给人家个台阶下不好吗? 官初夏,看着陈伯的脸色,商量着问道,这话是陈伯爱听的,一句话,两种不同的说法,陈伯欣然接受。 这是对话的艺术,也是活着的艺术。 但是,让陈伯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他一个人在日本,基于现在官家术的现状,金莹也不可能长期出国,在外面陪着官初职。 忽然,他想到了,今天刚刚见过的霍伟丽。 要不,我找个人,你带去吧,就是办理手续,可能需要费点进,不过,问题不大。 于是,陈伯把霍伟丽的事说了一下,官初夏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 他本来就是干这行的,照顾你,应该问题不大。 再说了,他能那么远,去玉康县找我道谢,我们要是把工资给高点,你这人也不错。 他应该可以接受把陈伯说着,找到了张力的电话,又要到了霍伟丽的电话。 一开始霍伟丽还是有些犹豫的,毕竟是要出国,出去后人生地不熟的,是有些担心。 但是一听到说照顾的对象是陈伯的老婆,他立刻就答应了,甚至没问给多少钱。 问题不大,明天他过来,你们见个面,你要是觉得何演员就带去日本,我这边负责找人办手续。 陈伯说道。 官初夏已在陈伯的肩头,说道。 嗯,这就是你让我踏实的地方,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不拖拉,不抱怨。 薛黎明站在耿同家门口,等着他开门,方言不在家,这是他早就计划好的。 因为圆江的问题,方言被他知道了省城,去办相关手续去了。 耿同从猫眼里看到是薛黎明,心里咯噔一下,但是又不敢不开门。 薛黎明走进家里,看了看四周,客厅里的窗纱都拉上了。 从外面是看不到客厅里的人在做什么,但是可以看到。 恍惚的人影。 薛黎明看到了拉上的窗纱,伸手捏住了站在他面前的耿同的下巴,不断地高高抬起。 直到耿同的脖子伸到了最长的距离,下巴再也没办法继续抬高了。 随即,薛黎明一个大嘴巴狠狠地打在了耿同的脸上, 瞬间,他的脸上就出现了五个红纸印。 耿同心里有鬼,不敢吱声,嘴角有些发现,一定是被打得出血了。 这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虽然和薛黎明有关系的那些女人,有的是被迫的, 但是也有自己本身就是骚浪剑的,主动攀附薛黎明,就是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 所以,这几天耿同的活动,有人早已把这里面的内情透给了薛黎明。 薛黎明怎么会容忍一个自己过去时刻掌握的女人背叛自己呢? 于是,他找上了门。 本来,因为这段时间线里不太平,他想夹紧尾巴做人,过去这阵风头再说, 哪知道耿同这个小婊子居然被地理捅刀子,敢搜集自己的材料,他是真不想活了。 谁让你这么做的?今天和我说清楚,但凡有一点隐瞒,明天你就立刻滚蛋,你也不打听一下老子的背景。 我以前是不是告诉过你,背叛我的下场就是滚出东海省,看来你是没当回事。 薛黎明冷冷地说道,在薛黎明所有的女人中,耿同是知道他事情最多的一个,所以,当他听说这娘们暗中收集自己材料的时候,立刻就慌了,好在是现在还有机会挽回,不然,自己也是吃不了兜着走。 说,谁让你干的?面对一言不发的耿同,薛黎明历声喝道。耿同只是一个弱女子,而且是一个长期被薛黎明用各种利益和威胁控制的女人。 所以,他在面对威胁时,做出趋利避害的选择很正常,他能出卖薛黎明,自然也会在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第一时间出卖陈伯和宗宇迭于世。 在薛黎明大耳瓜子的加持下,他一股脑地把自己从结婚那天开始遇到的事情,向薛黎明交代了个完完全全。 不要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去评价一个人该不该这样,该不该那样,未经他人苦,莫劝他人善,任何人都没有义务在毫无回报的情况下为你的利益买单。 宗宇迭对于耿童的反水一点都不意外,相反,他还安慰了耿童,说理解他的选择,也感谢他还能给自己打个电话。 耿童自己也明白,现在自己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哪头都没捞着。 他给宗宇迭打电话的唯一目的就是保住自己老公方言的工作,不要让他去原江了,他现在就想好好过日子,再也不会想三想四的了。 霍伟丽接到陈伯的电话后,第二天一早就赶到了南港市,但是陈伯已经没时间在南港陪着官处下了,他让霍伟丽职接到家里来见官处下,而他在接到宗宇迭的反馈后,立刻赶回了豫康县。 不出意外的话,薛黎明现在应该是在疯狂地毁灭证据,威胁证人,总之,按照耿童交代的自己的那些问题,他必须赶在市里动手之前,该销毁的销毁。 该隐藏的隐藏,实在是很抱歉,我今天还得去县里,这样,无论早晚,晚上我忙完会赶回来陪你。 陈伯说道,别,你忙你的就行,我见见你说的那个保姆,下午回省城,我得和我父母说一下,再争取一下吧。 如果他们同意我们结婚,我就不走了,接下来赶紧办婚礼,把家搬到南港来陪你。 官处下说道,陈伯咒眉道,这能行吗?要不,我陪你回去? 不用,你又不是没有陪我回去过,他们见到你更恼火,我自己家的火,还是我自己灭吧。 官处下温柔的安慰道,在陈伯赶往玉康县城的时候,薛黎明则是在赶往南港市。 这一次,他是真的怕了,因为玉康县的那些比自己大的领导,到现在,一个都没回去呢。 自己的事,要是在这个节骨,眼上爆出来,那自己,就得吃不了兜着走了。 薛黎明在自己的老丈人出门之前,把他堵在了家门口。 黎明,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孩子呢?南港市市委组织部长蒋原亮看到一脑门子汉的女婿,皱眉问道。 爸,你现在,能给我几分钟吧?我想和你说点事。 薛黎明,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薛黎明自然是不敢把自己在玉康县干的所有事都说出来,而是捡那些不得不被动面对的事情,比如,别人给他送了多少烟酒,还有一些请托的事情。 他是吃过喝过,但是其他的事情,他是没做过的。 林林总总,总之就是一句话。 我犯了一般公务员都容易犯的错误,但是我已经意识到了,错误了,最重要的是,他知道自己这个老丈人是特别互犊子的。 于是,他把自己的这点,错误和当前玉康县的形式结合起来,说是有人想要借这点事搞他,求自己老丈人一定要为自己说句话才行。 你没骗我吧?蒋原亮不是傻瓜,他也能猜到,女婿和自己说的这些事,实在是尚不得逞。 但是以自己对女婿的了解,他也没那么大的胆子搞其他的事情,即便是有所隐瞒,但是问题不大,这个女婿可是自己亲自为女儿选的。 他作为组织部长,一向对自己看人的眼光相当自负。 薛黎明几乎就差对天发誓了,蒋原亮点点头,算是答应下来了。 你回去吧,好好工作,我还有个会,等一下我会过问一下,打个招呼。 蒋原亮说道。 看着自己老丈人的车离开,薛黎明算是松了一口气,可是这口气还没完全吐出来,他就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哪位? 薛黎明接通了电话,不耐烦地问道。 薛局长,我是陈伯,你肯定从耿同那里知道我的名字了,今天没上班吗?我在你办公室呢,回来谈谈吧,对你有好处。 陈伯曼悠悠地说道。 他的对面坐着的是副局长综宇碟。 薛黎明又惊又怒,他急步走向自己的汽车,砰得一声关上了门,声音立刻提高了几个声调。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你去我办公室干嘛,疯了吧你,你你你知道我是谁吗? 薛黎明几乎是要咆哮出来了。 陈伯一边打电话,一边翻看着四面墙的书柜,可是这里的每个书柜的书本取出来后,都能看到书本的书本。 书柜的背后是一。 落落的现金,从外面看,这些从地板直到天花板的书柜里,都是蕴藏着丰富文化知识的书籍。 书柜的厚度很是可以,每一个格子的后面,都能藏四五十万的现金。 陈伯就这么一直数着这些书柜的格子。 我知道,当然知道了,你老岳父是蒋部长,对吧? 但是如果蒋部长知道了你在玉康县教育系统选飞的事,你猜他会不会扒了你的皮? 我给你两个小时的时间,你如果两个小时不能到办公室,我就让纪委的人带验钞机来了。 陈伯说完,立刻挂断了电话。 随即,陈伯看向宗宇蝶,问道,他真去市里了? 办公室是这么说的,看来是去找老丈人求援了。 宗宇蝶说道,虽然宗宇蝶是副局长,但是极少到薛黎明的这个办公室来,要谈市的话一般都是去小会议室,所以关于这些书柜里的钱的问题,他也是第一次发现他比你老公差远了,你老公有干间谍的钱质,你看看薛局长。 就是这么简单粗暴,直接在办公室放这么多钱,如果真要是查的话,那也太好查了吧。 陈伯问道,宗宇蝶闻言,不经意间,说了一句让他后悔一辈子的话。 你以为这就是他的全部吗?宗宇蝶说道。 陈伯一愣,看向了宗宇蝶。 但是宗宇蝶发现,他看自己的眼神有些不一样,那眼神里明显包含着另外一层意思。 是啊,你老公在南港市那个房子里的赃款就是全部吗? 宗宇蝶心里有鬼,当然明白陈伯这个眼神的意思,只是双方都没点破而已。 陈伯点点头,说道。 你说得对,等下他回来,你得多说几句。 宗宇蝶见陈伯转移了话题,虽然心里还有些忐忑,但是好歹陈伯没有追着问自己家的事,这个问题足以让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给自己几个耳光了。 自己怎么就这么蠢呢?当自己屁股底下的事没有擦干净的时候,永远不要去笑话别人。 虽然自己男人的事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他们家的事真的就彻底结束了吗? 苗宏运的任命正在走程序,而作为御康县班子为数不多的幸存领导,都说苗宏运是减了个大便宜,但是谁又知道这段时间他背后经历的事情呢? 薛黎明在经历了短暂的恐慌后,想到了自己老丈人对自己的承诺,最后还是鼓起勇气,开车回到了御康县。 局长,你办公室?混蛋,谁让你们开门的?我平时是怎么和你们说的?没有我的允许谁都不许进,你是怎么干工作的? 薛黎明刚刚下车,办公室的人就一路小跑下楼去迎接了,同时也是在第一时间甩锅。 是宗副局长带人来的,他说出了问题他负责,我们也是难做。 正在上楼的薛黎明停下了脚步,看向跟在自己身后解释的办公室主任,愣了那么几秒钟,立刻加快了脚步,冲到了走廊尽头自己的大办公室里。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办公室里只有宗宇碟一个人,那个给自己打电话自称是陈伯的并不在。 薛黎明还默等向宗宇碟发火,隔壁的小房间里,陈伯的声音传来。 薛局长,我在这呢,进来说吧。 薛黎明看看那道平时紧锁的门,他的心再次一沉,不得不狠狠瞪了一眼宗宇碟,走向了隔壁的小房间。 小房间和办公室之间一道门,平时这道门前放着的是一个脸盆架,给人的感觉是这道门是不通隔壁的,因为谁? 也不会在进进出出的门口放一个脸盆架碍事吧。 薛黎明发现此时的脸盆架被搬到了一旁,于是他推门进去,看到了躺在自己那张宽大水床上的陈伯。 薛局长,你真是会享受啊,我活了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知道啥叫水床呢? 不过你别说,躺在这上面是真的舒服,谢谢你。 薛局长,让我长见识了陈伯笑笑,坐了起来。 薛黎明气,不打一处来,但是他知道,这个时候不是发火翻脸的时候,别的不说。 书柜里藏着的那些钱就够他喝一壶的了。 他真是后悔,这些钱为什么没有早点转移,他也是没办法,这些钱都是在办公室收的。 真要是转移出去,每天拿出去太多也不好,最要紧的是没想好放哪里。 你到底是谁?薛黎明皱没问到。 我叫陈伯,电话里告诉你了,我是市府办的,来找你谈点事。 要不是看在你老丈人的面子上,你的那些破事早就捅到纪尾去了,现在能坐下来谈谈吗? 陈伯指了指一旁的椅子,揶揄地笑道。 薛黎明看了看那张椅子,表情有些怪异。 因为那张椅子就是传说中的逍遥椅。 自从买来,他还从没坐过,因为坐在那张椅子上的都是女人。 刚刚这个房间里的花活,宗与蝶都见识过了,刚刚还和陈伯在这里探讨了一番。 最让陈伯没想到的是,不知道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对陈伯的讨好。 宗与蝶居然坐上去试了试。 宗与蝶听到陈伯说谈事,于是站起身走到了门口, 以在门框上,思索着自己待会该从哪个角度出发,配合陈伯对薛黎明完成致命一击。 陈伯看了一眼,站在门口的宗与蝶。 薛局长,我和耿同见过面了,我们谈得很好。 他说,他在这张床上睡过,真的假的。 陈伯玩味地笑问道,薛黎明艰难地咽了口唾液, 没理会陈伯的问话,而是说道, 你到底想怎样,要钱还是其他的,开条件吧。 陈伯见他不搭自己的话茬,他最烦的就是这种人, 我说我的,你说你的,都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这么自以为? 是,这不行,必须是我说我的,你也跟着我说的回答。 陈伯继续说道, 耿同说,你在这里玩他的时候,他老公,对, 那个时候还是他男朋友就在隔壁的办公室上班,对吧? 对了,还有一次,他被你叫来,却只能说是找自己男朋友的, 而他们,要走的时候,你又装作遇到了他,想了解一下现役中的教学情况, 于是,方言在楼下车里等着,你们在这里颠乱捣缝,有这回事吧? 薛黎明被陈伯说得额头冒汗,但是也只能是强撑下去。 陈伯朝着宗宇碟使了个眼色,他终于说话了。 薛局长,陈主任是直接向满书记和谢市长汇报工作的, 这和市纪委还有检察院没啥关系,你的事,还有缓, 但是你要是这个一言不发的态度,这事怕是不好办。 宗宇碟说道, 其实,按照陈伯的想法,宗宇碟现身说法把他家的事说一下,或许效果更好。 但是事情,不能这么干,这是不合法不合规,甚至是违反组织纪律, 所以,必须是把事办了,但是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 这些交出来赃款赃物的人,也不会傻到去举报。 举报的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坐牢或许陈伯他们干的这些事, 唯一的支撑点,就是这些钱,没有到他们自己的腰包里, 这只是非常时期下的非常手段,要真实负责任,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这里是教育局,有些事不好说,让让大了,被人知道了也不好。 于是,在薛黎明的提议下,他们转移到耿同的学校里, 这个时候,学生刚刚考试完放假,此时的学校里,格外安静, 他们到达学校时,耿同已经在学校里等着了。 陈伯仔细地观察过,从始至终,耿同都没看薛黎明一眼。 他的脸上还有伤,方言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是自己晚上上厕所,撞墙上了。 很明显,那都是被人打的印记, 但是他既然不说,方言也就没再继续追问。 做人留一线,有时候给人留的那点颜面, 或许已经是他最后的遮羞布了, 再追着撕下来,真的没必要。 空旷的校园,空旷的教室。 陈伯仔在窗户前看着教学楼背后的操场, 说道, 听说这个操场是全县最好的现代化操场, 价值五千万,对吧? 薛局长。 薛黎明此时才明白, 陈伯这次真的是来者不善, 尤其是耿同出现的时候, 他的心就凉了一半了。 自己对耿同确实下了死守, 他以为自己拿耿同开刀, 就可以威慑其他女人, 没人再敢对他们做过的事说三道四, 可是他没想到的是, 一个女人一旦心死, 最先选择就是把让他心死的男人弄死再说。 这算是最现代化的操场, 就是做了点橡胶铺设跑道而已。 你是欺负玉康县的老百姓, 不知道什么叫现代化操场是吗? 陈伯问道。 薛黎明不吱声, 陈伯看向耿同, 耿同刚刚还在低着头看地面, 他是被一旁的棕雨蝶用胳膊倒了一下, 才下意识地抬头, 正好对上陈伯的眼神。 他怎么打的你? 陈伯问道。 耿同话没出口,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开始时还是站着的, 但是哭着哭着就慢慢蹲下去了, 整个人蜷缩成一团, 依偎在墙边, 哭得那叫一个伤心啊。 俗话说得好,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耿同就是这样的人。 可怜吗? 确实可怜, 一个好好的老师, 被这个薛局长当成了玩物, 即便是在自己的婚礼上, 也逃不掉他的玩弄。 零。 可恨吗? 确实可恨, 想想他做的那些事, 有些是逼不得已, 但是有些又是助纣为虐, 他自己主动去做了一些恶事, 伤害了一些人, 不过是为了换取薛黎明对他的器重, 以及他想要获得利益。 对于这种人, 怎么办?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们自己翻脸, 只有他们开始窝里斗, 陈伯才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 所以, 现在要争取的还是耿同, 至少在对付薛黎明这个人身上, 耿同还有很大的用处, 陈伯走过去, 看着薛黎明, 说道, 除了办公室的那些东西, 其他的在哪里? 因为耿同在, 有些话陈伯不能说得太明白, 但是在薛黎明彻底软下来之前, 还不能赶走耿同。 薛黎明岂是会主动交代的人, 更何况, 他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己老丈人给领导打招呼上。 大家都是南港市人, 都在这个圈子里混, 你今天搞了我的人, 那我一定会记着, 就算是我没机会搞你了, 将来我提拔的人也会搞你, 不然, 谁还会跟在我身后, 吃香的喝辣的。 薛黎明还是那句话, 陈伯, 咱们没必要这样, 我老丈人是组织部长, 你想要啥, 说一句, 我能满足的, 绝不吝啬, 你要想进步, 我去找我老丈人, 他能帮你, 一定会帮。 陈伯看着薛黎明, 忽然笑了起来, 他的耐心被消磨殆尽了, 他想的是, 尽快把这里的事处理完, 还得回南港市, 陪关初夏呢, 虽然他说, 不用自己陪, 可是他从日本这么远回来, 不就是想和自己多待会吗? 想到这些, 陈伯的情绪, 逐渐急躁起来, 他走过去, 一把拉起了, 还在哭泣的梗桐。 别哭了, 我给你个机会, 他怎么打的你, 你打回去, 我告诉你, 就这一次机会, 过了这村, 就没这店了, 你听我的, 我保你老公和你啥是没有, 没人再敢欺负你们, 你要是不听我的, 不敢去干, 那你算了, 你活该被打, 听明白了吗? 陈伯大声对着, 被吓傻了的耿童说道, 不但是耿童, 还有一旁一直没说话的宗宇蝶都愣住了。 这他妈是什么操作, 这是街头打架吗? 对耿童来说, 不管他和薛黎明有什么问题, 薛黎明是他的领导, 现在陈伯的意思是让自己去打领导,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怎么, 不敢啊, 那你就一边去吧, 滚, 被打死活该。 陈伯没好气地说道, 薛黎明看到这一幕, 轻蔑地翘起了嘴角, 这个表情让陈伯的火气不打一处来。 他可以动手, 但是没必要, 自己就算是捶他一顿, 能起到的作用极其有限, 唯有像耿童这样被他压榨过的女人反手给他一顿教训, 那才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给他那点可怜的自尊致命一击。 这句话对耿童的伤害很大, 但是对他的激将作用同样很大。 在陈伯说完这话刚刚要转身的时候, 耿童居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过去, 朝着薛黎明的脸上就是一巴掌。 这一巴掌, 直接把在场的几个人都打懵了。 陈伯以为他真的不敢, 薛黎明以为他没那个胆子。 唯独宗宇叠绝的, 他是可以的, 但是还需要不断地鼓励, 以及有外力对薛黎明反击及时控制才行。 但是都没想到的是, 耿童糊起来也是真的糊果然, 耿童这一巴掌过后, 薛黎明在经历了最短暂的盟圈后, 立刻就要举手还击。 但是, 他的手刚刚举起来, 就被陈伯抓住了手腕。 耿童, 他要是敢还手, 你待会回去准备一下换洗衣服, 跟我去南港, 去他家里, 找他那个组织部长的千金老婆, 详细地讲述一下你们在教育局小卧室里做的事, 还有其他人, 你知道的, 统统讲给他老婆听, 越详细越好, 一天讲不完, 就两天, 住他家里都可以, 我送你去。 陈伯淡淡地说道, 陈伯是真的损, 但是这一招也是真的好使。 薛黎明听陈伯居然要这么干, 立刻就慌了, 举起的手也放下了, 接下来说的话也软得不能再软, 不但如此, 还转脸朝着耿童道歉, 说自己真不是人, 不该对他做那样的事。 但是, 陈伯可不吃这一套, 他要的结果还没有。 于是, 他看了一眼耿童, 说道, 你随意,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宗宇蝶看着眼前的一切, 他的心一直都在向下沉, 因为他此时有些越来越怕陈伯了。 从一开始, 在他的眼里, 陈伯就是在装, 他一直认为没有不偷心的猫。 这是认知的问题, 在妓女的眼里, 每个女人都是会卖的。 他能认知的上限就是, 哪个女人如果不卖, 是不是价钱没谈好。 但是, 陈伯对他两口子, 以及对薛黎明采取的措施截然不同, 做事的风格也是不拘一格, 让他想破了脑袋, 也不会想到把耿童叫来, 就当着这几个人的面, 狠狠地扇他的耳光。 但只是, 扇耳光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在耿童扇了几巴掌后, 他的力道明显不行了, 于是, 陈伯拦住了耿童。 你是不是傻了? 用手多疼? 你没穿鞋来吗? 陈伯提示道。 耿童这下愣住了, 这也确实是突破了他的底线。 在他的眼里, 薛黎明是他的领导, 而且长期被他扑了, 被他压榨, 甚至被他灌输洗脑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导致了他在自己的新婚典礼上 能干出那种事来, 若不是陈伯出手制止了薛黎明, 后面到底会出多大的乱子, 还真是不好说。 但是, 打了也就打了, 其实在打几巴掌的时候, 耿童就已经解气了。 但是, 陈伯要的结果还没有出来, 所以, 他不能让耿童停下, 不但不能停下, 还得让他继续摧残薛黎明, 让他们这辈子都不可能和解。 换句话说, 耿童将成为一个永久的筹码, 只要薛黎明不配合, 耿童随时都可以指证他做过的那些事, 犯过的那些罪。 这一幕落在宗宇蝶的眼里, 他心有余悸, 如果自己是薛黎明, 此时会怎么样? 薛局长, 马上就要过年了, 你这张脸过年之前还能恢复好吗? 陈伯冷笑着问道。 薛黎明咬着牙不知声陈伯, 看了一眼耿童, 这个临时找的打手一旦放开了, 那结果可想而知, 一个女人的巴掌力气到底是有限的, 可。 是如果把巴掌换成了鞋底子, 那这力道就会增加一倍。 有陈伯在一旁看着, 薛黎明一声不吭地忍受着 耿童的鞋底涨捆, 可是在坚持了三下之后, 他再没能坚持下去, 举起手说道。 停停停。 陈伯使了个眼色, 宗宇蝶将打上瘾的耿童拉到了一旁。 宗宇蝶看看捂着脸蹲在地上的薛黎明, 拉着耿童出去了。 陈伯也蹲在了薛黎明跟前, 说道。 我只要钱,不要命, 除了办公室的那些之外, 你还在哪里有钱, 你不老实交代, 等我找人搜出来, 那是另外的结果。 现在室里有这么一个政策, 把赃款交出来, 你走人, 室里,不再追究你的责任。 我不信。 信不信, 不是你说了算, 是我说了算, 你要是肯交出来, 那咱们就两清了, 你要是坚持不交, 那对不起, 就走司法程序, 到时候你老婆会和你离婚, 你孩子会跟着他生活, 你父母会因为你蒙羞, 你老丈人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 你自己想清楚了再说。 你说话算数, 我不信。 要我我也不信, 你要是把所有的东西都交出来, 我安排你和谢市长见面, 到时候你们自己谈, 谈成什么样, 那是你的本事。 陈伯说完走了出去, 再没回头。 下楼梯的时候, 陈伯告诉耿童, 回家好好过日子, 有需要的时候再找他, 有任何人威胁他找他麻烦, 就算是半夜十二点, 也要给自己打电话。 这是陈伯对他刚刚迈出勇敢一步的奖励。 你这么急着回去, 有事? 宗宇蝶问道, 嗯, 我老婆回来了, 我得回去陪着, 这几天你盯着点耿童, 别有啥闪失。 薛黎明这个人, 仗着自己的老丈人是市委组织部长, 估计还得再扛扛。 陈伯说道, 你老婆, 你不是还没结婚吗? 宗宇蝶关心的是这个。 快了, 我一直都有女朋友的, 你那点小心思, 还是趁早收了, 你们两口子的试定下来后, 描述出国的事, 我帮你办, 咱们都光明磊落一点, 别藏着掖着, 有意思吗? 陈伯不客气地说道, 宗宇蝶被陈伯抢白一顿, 不好意思地笑笑, 目送着陈伯的车离开。 玉康县的反腐势头不减, 而市局局长亲自坐镇玉康县, 现抓现审, 不给任何人找人说情的机会。 不但是市局, 市纪委这几天也是轮班岛, 一时间, 玉康县成了整个南港市的漩涡。 作为市委组织部部长, 蒋原亮可谓是 门声顾立遍布南港市的各个县市区, 但是这几天的功夫, 当初他历见的两位县领导都落马了。 根据现在报出来的消息, 这两人是不可能回家过年了。 被自己家女婿堵在了大门口, 别人的事他可以不问, 但是自己家孩子的事他不能不管。 于是, 在上班的路上, 他就想好了待会怎么和高姓妍见面, 对一对玉康县现在的干部情况。 下一步, 要为玉康县的新班子建设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些干部就像是春天里的韭菜, 既然这一茶被割了, 那就再长出来一茶吧。 至于新长出来的这一茶是不是好韭菜, 就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蒋部长, 你怎么来了? 快做快做, 你真是稀客呀, 我这纪委可是不常有人来做做的, 生怕被我惦记上。 高姓言笑呵呵地说道, 咋了, 你这里成阎王殿了, 我还不能来了? 蒋原亮笑着问道, 能来能来, 坐坐坐, 喝茶吧, 我刚刚泡好了茶, 哎, 这几天忙的呀, 你看看, 我这午休床还没收起来呢, 昨晚又是一点多, 好久没这么费功夫了。 高姓言高姓地说道, 蒋原亮看他高姓的样子, 长长地叹了口气, 说道, 你倒是高姓了, 我这里快要愁死了, 这么多干部出了问题, 先不提追究责任的问题, 这班子啥时候能配齐了就够我伤脑筋的了, 你还在这里乐? 高姓言文言, 也是叹口气, 说道, 原亮, 你也知道, 筹承安在这里的这十多年时间, 咱们的政治生态都被祸害成什么样了, 我们纪委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蒋原亮文言, 点头认可, 沉默一下问道, 郁康县那边什么时候能完事? 这不好说, 你有想法? 是啊, 下来的这些干部, 要尽快有人顶上, 不然, 工作怎么办? 市委满书记, 给我打过几次招呼了, 要赶紧从组织上, 想办法, 在年前把班子配齐。 蒋原亮说道, 高姓言, 不敢给他一个准话, 更不敢说郁康县哪个干部没问题, 尽管蒋原亮这边, 很着急, 他也不能给他一个名单说, 谁谁没问题。 有没有问题, 只有查了才知道, 再说了, 这回没查到问题, 不代表提上来后, 查不到问题, 很多干部的问题, 都是在你提拔的时候, 被人举报查实的, 大家都在一堆的时候, 没人举报你, 你也不显眼, 但是一旦列入到, 被提拔的行列, 一下子就成了鸡群中最显眼的那一只当红炸子鸡了。 蒋原亮在高姓言这里没有得到一个确切的答复, 这也在他的意料之中, 再说了, 他来这里也不是为了公事的, 看他刚刚说的冠冕堂皇, 其实不过是为了自己后面要说的事情做个铺垫而已。 该说不说, 经过这件事, 对其他现实也是一个警醒, 这不, 我那个女婿就被你们吓到了, 给我打电话承认自己收了人家的烟酒, 也接受过痴情, 老高, 这没问题吧? 蒋原亮半认真半开玩笑地问道, 高姓言文言笑笑, 摆摆手, 说道, 这种事要是也抓, 连你也跑不掉, 你那个女婿在教育系统是吧, 那你得让她小心点, 该退的退了, 这一次没有牵扯到教育系统, 但是教育系统让老百姓意见很大, 我打算年后着力整顿一下教育系统, 你告诉她, 该退退, 别到时候给自己找麻烦, 高姓言这话说的算是很贴心了, 蒋原亮也很是满意, 至少可以证明, 高姓言没有注意到自己女婿, 她们这次没有收拾教育系统, 过了年可就不好说了, 所以, 回头还得让那混蛋赶紧把自己摘干净了, 只要是她没问题, 趁着自己在这个位置上, 过两年再推她一把, 弄到市里来, 哪怕还是在教育系统, 那也离家近啊, 省得两地分居麻烦, 蒋原亮回到了自己办公室, 可能是耳背, 听力出了问题, 她愣是没听出来, 自己女婿说话有些不清楚, 这都是因为被耿童打的, 大耳瓜子不说, 鞋底子都用上了, 接电话的时候, 她的左右手各有一块冰毛巾, 再给自己热辣辣的脸降温呢, 我刚刚从市纪委出来, 问了一下高书记, 他说, 这次市纪委没打算对教育系统动手, 但是年后就会整顿, 你赶紧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处理一下, 别给我惹麻烦, 蒋原亮说道, 爸, 我接到了, 略略, 谢谢爸, 我接到了, 薛黎明说话里里拉拉的, 正好这个时候, 蒋原亮的坐机响了, 立刻就挂了薛黎明的电话, 薛黎明看着这满墙的书柜, 每一行书的背后, 都是几十万的现金, 这些, 都是行贿者, 到他办公室来留下的, 但是现在, 这些钱, 好像是一道道铁栅栏, 把他牢牢地锁在了这些栅栏里, 当然, 这只是, 其中的一部分而已, 还有更多的现金在其他地方, 以及他人的公司里, 慢慢调洗, 直到这些钱成为, 可以在阳光下使用为止, 但是, 现在来不及了, 陈伯找上门来了, 随着耿同, 对自己的殴打, 以及这件事, 传到了其他女人的耳朵里, 自己的那些事, 终究会一点点地冒出来, 自己交代出来, 或许还有个缓和的余地, 如果真像是陈伯说的那样, 那自己就只有身败名列, 去坐牢了, 关初下的突然回来, 让靳莹很是高兴, 拉着他看看这里, 看看那里, 自己家姑娘怎么看都是好的, 但是, 当他看到关初下的脸色不太好的时候, 意识到这次女儿突然回来, 一定是有什么事吧, 他千算万算, 都没往陈伯身上去想, 你说的是真的, 靳莹有些不可置信地问道, 这次是真的, 之前那次, 我确实骗了你们, 但是这一次是真的, 要不, 我也不会回来, 现在, 摆在你们面前的, 也有两条路, 我继续出国, 一个人留在国外带孩子, 等孩子长大, 等你们觉得陈伯还可以, 我们再结婚, 第二条路, 我留下来和陈伯结婚, 你们马上就可以抱孙子了, 你也不用每天和上坟似的去上班, 带孩子多好玩, 见享天伦之乐, 上次我没得选, 这次, 你们也一样没得选, 不管怎么选, 这个孩子, 我都会生下来关注下一本正经的说道, 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静颖看看时间, 说道, 你和我说这些没用, 走吧, 我带你, 去医院检查一下, 回来给他一个确切的答复, 你们这爷俩, 一个比一个猴精, 我算是服了你们, 做个检查, 要是真的, 我还能替你说话, 要不是, 你别在我这里胡闹, 你知道, 你爸最烦陈伯了, 但是, 这一次, 静颖真的心里没底了, 因为关注纸很失配合, 坐在汽车的后座, 也不和静颖交流, 去了就是抽血做检查, 坐在医院的长椅上, 给陈伯打电话, 你不要和他们吵, 我在去省城的路上, 还是上次那家酒店, 你有什么需要及时召唤我, 我随时在, 陈伯说道, 不管任何时候, 女人要的, 可能就是男人的一个态度, 此时陈伯的表现, 关注纸认为是满分, 没有对自己父母的攻击谩骂, 没有挑拨自己和父母的关系, 但是却明确地告诉关注下, 自己随时都在他需要的地方, 他现在的地位和资历, 关家术看不上很正常, 说实话, 很少有父母愿意看着自己女儿, 陪着一个不知道未来如何的男人, 为所发育, 多半还是因为女儿的坚持, 能让女儿嫁过去就享福的机会, 为什么要去吃苦呢? 这是人之常情, 可以理解, 陈伯做到这一步, 已经算是可以了。 终于,来自上面的任命下来了, 魏阳斌担任东海省省长, 关家术也更进一步, 担任岳城市市委书记, 而他还不知道女儿从日本回来了。